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us 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第一则新闻 Toyota Yaris Cross 的油耗测试 他们说 36 个公升可以走 800 个公里 究竟 Toyota Yaris Cross Hybrid 车型 在一个实际路车中 展示了这个卓越的燃油经济性 800 个公里你们信不信 根据印尼媒体的报导 此次的测试路线全程总共 790 个公里 全程的路线不止包括了长途的高速行驶 还有山路和四驱道路 充分考验了车辆在不同的路况下的表现 Yaris Cross Hybrid 展示了其优异的燃油经济性 达到了每公升可以走 20.4 公里 车辆搭载了 1.5 公升的 4 个 Cylinder 和 battery 共同的工作 让它在高速行驶中不仅能保持强劲的动力 还能节省燃油 在这次测试的过程中 车辆面对更多的山路和复杂的路况 其燃油效应更加进一步提升到 21.9 公里 1 公升 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 Toyota Yaris Cross Hybrid 给了你 Toyota Safety Sense 系统 包括了碰撞预警 车道偏离辅助和自视性 Additive Cruise Control 等多项的功能 为了长途驾驶提供了极大的安全保障 这次的路测不仅证明了这辆车优越的混合动力技术 还体现了作为长途旅行理想座驾的潜力 对于那些追求环保和经济性的消费者而言 这辆 Toyota Yaris Cross Hybrid 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第二则新闻 根据国外媒体的消息 Honda Stepwagon 即将引入东南亚市场 这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作为一款受瞩目的MPV Honda Stepwagon 在全球市场表现出色 此次进军东南亚市场 无疑会对该地区的MPV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讲到 Stepwagon 的优势 包括宽敞的内部空间 高效的动力系统和先进的安全配置 所以它的动力 1.5L Turbo 引擎 采用了本田最新的 Turbo 技术 最大的功率是 150PS 203 个牛米 而 Hybrid 车款采用了一台 2.0 Arkinson 循环引擎 综合最大功率为 184PS Honda 也在 Stepwagon 上配置了一整套的安全技术 为驾驶者提供了各方位的安全保障 其中它的 Honda 先进系统 配置上了 360 的全景摄像头 盲点侦测 Blind Spot Monitoring 还有它的 RCTS 系统 Honda Stepwagon 也 support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随着 Honda Stepwagon 即将引入东南亚市场 这款备受瞩目的中心 MPV 无疑会对该地区的 市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期待不久的将来 东南亚消费者能够亲身体验到 Honda Stepwagon 的魅力 那么你觉得这一款车有可能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吗? 第三则新闻 Toyota 即将推出一辆 Plug-in Hybrid 的车型 So Toyota 即将开发纯电动续航到 200 公里以上的 Plug-in Hybrid 车型 So 电动车还是软油车你们会怎样选呢? 我两个都要 So Toyota 新任社长啦 这条水就表示为了满足未来消费者的需求 开发了新一代的 Plug-in Hybrid 车款 具备更大的电池组 存电续航最少啦 最少 200 公里以上 而且又有 Engine 所以你不怕没有电又不怕没有油 目前就算是先进的国家 充电设施都不算是很完善 因此 Plug-in Hybrid 车型 会在未来排放法规越来越拘谨的情况下更受欢迎 这也让 Toyota 表示 它会专注在开发混合动力车型 就是 Plug-in Hybrid 这些车款的方向也会有所变动 变成 Plug-in Hybrid 车型 达到完全的零排放 当车主需要开远途的时候 因为这辆车有内燃机引擎 所以车主并不需要担心电池的电量不够 所以车主以后不用再焦虑电池不够用 重点在于结合了电动机以及内燃机之后 性能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层次 比如说新一代的 Pios 虽然这款机搭载了2.0L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在结合了电动机之后 零摆加速只需6.7秒 和一些小钢炮 例如 Volkswagen Golf GTI 的6.4秒比 已经相差不远 然后 Toyota 也表示 新一代的 Plug-in Hybrid 车型 将会让驾驶者拥有好像 EV 这样子的零排放 不需要再担心它的续航 以及比 EV 车更清明的价格 不过预计我们要在 2024 年 才会看到新一代的 PH EV 车款面世 第四则新闻 Cherry Malaysia 工厂不仅供应本地 也将出口海外 台湾市场也会贩卖本地生产的新车 值得一提的是原厂的最新工厂 已经在不久前正式运作 首款生产的车型就是 Jeku 的 J7 工厂的本地化生产策略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还能够更好的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 Cherry 计划通过马来西亚工厂 将汽车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右驾的市场 在出口战略中 台湾的市场备受瞩目 作为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 台湾消费者对汽车品质和性能有着极高的要求 Cherry 通过马来西亚工厂生产的汽车进入台湾市场 既是对自身品质、质量的自信 也是对台湾市场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Cherry 计划在台湾市场推出多款车型 从经济、轿车到豪华、SUV 覆盖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Cherry 还加强after sale service 提升消费者的购车和用车体验 这个举动标记着Cherry 在全球化战略上面 又来一次重要的突破 未来我们期待Cherry 能够在全球市场上 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价值 第五则新闻 Proton Saga, Iris, Persona 和 Exoran 正在换代计划中 预计在2025年之后公布更多的详情 这几款车型其实已经贩售了超过8年到10年之久 虽然说销售成绩严格来讲还算出色啦 但是实际上已经到了换代的时候了 最近我们过得最新的消息指出这四款车型 已经慢慢在计划换代当中 这些车款的销售成绩 基本上还是占据了原厂总销量的超过一半 其中Saga和Persona销量成绩是最好的车型 每个月的总销量成绩是可以到6500辆到8000辆左右 不过这两款车型都是2016年推出 目前已经销售了8年 即便是经过了两次的新的Facelift 这两款车型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显老 之前我们前往Proton位于宁波的研发中心 相关人士就表示原厂之所以在当地setup研发中心呢 就是为了把现金的车型的改款工作做准备 这个换代已经在计划中 根据我们之前的消息 为了更好的整合资源以及降低成本 因此Persona和Saga将在未来整合成一款车型 不过该项消息并没有扩得原厂的证实 当然所有的车型都有换代更新替代款的计划 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车型都会同步登场 而是以逐渐更新的方式推出市场 例如说下一代的X70 不会再是博越的双身车型 更加可能类似于Kia和Hyundai的做法 虽然依然是共享平台以及引擎技术以降低成本 但是在这些基础上还是会进行自家的设计 让车辆看起来不会太一样 另外根据之前Proton的说法 未来的新车会基于全新的GMA Platform打造 所以PIES和X50、X70、X90以及X70 未来的车型都会采用这个平台打造 OK,so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按like、订阅、分享 还有follow我们的IG、TikTok、小红书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来,点赞来,点赞来 。 我向来,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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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赞来,点赞来,点赞来,点赞去的